余安安與寧文龍這日出席電影《失蹤》的首映禮 雖然安安姐表面看起來很精神 不過原來是負相上陣的 連訪問都還要坐在那裡 我以為我是一個年輕女兒 很貪玩 出海不小心跌下船 冷傷了 斷了兩條臘骨 裂了一條 這樣吧 以後我會小心 記得自己幾歲 現在第三個星期好很多 還有少少痛 但比之前好很多 因為第一個星期 這些活動出不了 因為一動都會很痛 現在骨頭正在遇合 所以好很多 擔心 他有什麼想吃 我就買上去做外賣仔 還有他不能出街 我買玩具給他玩 在家裡 是啊 他買了一個很大的 要組裝的玩具給我 真是用心良苦 很感謝你 在家裡有得玩 我滿了 我覺得挺好的 真心喜歡 因為我覺得到那時候 都要練一下腦 要用心思去組裝 挺好 謝謝你 他是很發熱 經常都想好很多 想出街 吃過飯 然後我的經理人 跟我說不行 不行 不行 兩個都會吵 走慢一點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心急的人 你慢一點 雖然現在令我自己走得好像僵詩 講到戲裡面的角色 按按借都一樣是很大犧牲 因為這個角色的女人 比較沉屈 不開心 長期轉於不開心 所有東西都是放在心裡 一個這麼不開心的女人 基本上不會有時間去打理自己的儀容 我希望切合一點外形 所以我本來平時是用心扮漂亮的 那段時間是用心搞殘自己 不做面膜 等目光彩 夜睡一點 高劇 有自然的黑眼圈 灰頭髮 不碰它 感覺是會好一點 第一件好笑就是 導演貪美 她說你畫眼線 不行 她說你也是一個有教養的女人 是會照顧自己的儀容 但是我也不會聽到他 她是因為他自己懂什麼 我不是太不開心 這樣的 她就是這位 我沒聽到她 不是太不開心 我沒有聽到她 不准